拼死都要进中国的脸书 到现在为止脸书好像还不清楚自己根本没机会进军中国市场 无论脸书老板祖克伯怎么样卖弄他的中文都没有用 Google Twitter还有Uber全部都被中国慢走不送 但是可爱的脸书似乎就是学不到教训 外商能够在中国立足的方式就是弯腰鞠躬出卖灵魂 如今好傻好天真的脸书想透过开发审查软体来进入中国 却不知道中国政府只想要能够被他们操纵的企业而已 自大傲慢的脸书似乎还没从自己的中国梦醒来 这可要特别感谢祖克伯他老婆普利希拉 他们夫妻俩一搭一唱的对中国示好 表现出来他们对中国的天真认知 唯一能够让脸书成功进军中国市场的方法 就是让中国政府能够主导脸书 建议祖克伯和他老婆还是别再浪费力气 对中国政府磕头示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